Hello 如果你上个星期有看 就知道我们今个星期会说什么 但如果你上个星期错过了 不要紧 看完这一集 我就建议你回到上个星期 因为我们Rebecca女王 特意选一类酒 也有一个比较 我们再说一次 我们这两个星期 就是说Vionier的葡萄品种 白葡萄品种 白酒葡萄品种 串法就是VIOG N R E R 就是Vionier 没错 中文是挺有趣的 译名叫什么 有几个名字 肥安尼尼 你想到这样 人家很有韵味 想到肥 译音 肥安尼尼 叫做维涅瓦 什么样的 你也不记得 就是Vionier 好像涅盘的涅 所以我觉得是有点难度 但真的不要记中文 真心的 你更辛苦 有些人喜欢习惯记中文名 所以如果是写作 我怎么也写 但写后是否代表 你会记住那字 是有点难度 因为我们尤其是 要看哪个区域的译名 台湾的译名 就是照直译 譬如赤霞珠 就是内地的叫法 就是Cabernet Souvenir 但是台湾的译名 就是卡本尼苏维翁 所以Souvenir Blanc 就叫苏维翁白 但是我们在这里 就是喊长相思 所以你说是否记中文名 是有难度 我会同意的 所以是三个译名 是的 两岸三地 我说得对 对 我害怕 两岸三地 你熟一点 就是三个译名 所以我会读它原本的名 很容易 所以大家记得Fionier 这次更加容易 因为我们仔织是北龙河区 它是100%的Fionier 因为上次澳洲只是花心一点 混了马生下去的 这次它是很专一的 100%Fionier 我读书的时候 读龙河 法国龙河区 有分北龙河和南龙河 我们读书的时候 就很少有机会喝北龙河的酒 因为贵 很贵 有 但是当然有便宜 有便宜的 不过如果跟南龙河比较拉云 北龙河是贵的 这酒真的相对 贵一点 我要fair一点 因为 它不是真的很贵 不是天价 是 白酒是特别贵 因为它的产量很小 譬如说个例子 先说个例子 压了稳 什么 白酒很贵 因为特别小 因为产量特别小了 譬如我们上次试试的一支澳洲 就是一百零多 一百零多 这支原价好像480 折扣了都是四百多元 相对买了四支 终于贵不贵自己决定 但是我们上星期说过了 贵不代表好喝 就是不要把价钱框遇了你 我们真的要试过 是否真的正好一点才说 是 贵一点 贵四倍叫贵一点 因为其实现在你喝这一支 我已经选了一支便宜一点 我知道 你遵守我们的预算 是否要说 其实有些朋友会觉得 它这么贵 我为什么要喝它呢 OK 首先再说 它的产量很小 物以罕为 它的做法也很辛苦 因为当地 这个要说 如果我们要喝北农河的100%白葡萄 就是Vionniers 就是来自这个区域 就叫Condriu 这个字大家常常会看到的 要学的 有白酒 Condriu这个地方 要知道的 我们先串一次 CON DRIEU Condriu 英文就读了Condriu Condriu Condriu Condriu这里 其实我自己很喜欢这个产区 因为我觉得它很漂亮 为什么这么漂亮呢 就是 其实那时候我去到这个地方 我就觉得 哇 一直在马路那里 因为马路不是那么阔的 就是Vionniers Condriu这个产区 那里 因为那里有很多山 山幽美地 那些山是很 那些斜坡是很斜的 不好意思 突然开心了 所以首先说 当你做采收的时候 你不是很辛苦 很斜 就像德国某些地方 是的 很昂贵 那个制作的成本是很贵 还有我在马路那里 是会看到那些葡萄园 好像一幅墙那样向着我 你可想而知它多斜 即是它是真的 远看好像一幅墙打直 只不过刚刚去到的时候 你才知道原来它有点斜度 不过仍然是非常斜的斜坡 所以做的时候是很辛苦的 亦都解释了 就是这里的产量很低 亦都很难耕作 还有你想想那里的斜坡 其实它们的去水去得很厉害 而且那个风土亦是中石 即是那些 那些泥土很快会散开 所以其实在要 就是要住一个这么好的风土 其实不容易这个地方 本身也很小 所以其实它的产量也多极有限 那个变成本这么高的时候 那个价钱 其实你说四百多元支 真的不是那么贵的 而且现在还没喝 闻下去很吸引 除了上星期好像澳洲那些白花香之外 我觉得它的甜甜的奶油味 我都能闻到 很吸引 然后有一种 我为什么刚才他在这里说话 我都很想闻 有种味我不是很形容到 可不可以说一下你闻到什么味 我看是不是我心目中想说 我突然说不到那个味道 其实我经常喝Countryu的时候 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一种很久违了的梳果 是我很小以前都很喜欢吃的 就是琵琶 琵琶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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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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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也不知道 是什么味道 可能没有吃的 就是这种味 我会觉得是很琵琶的 所以我说完之后 有些朋友没有什么吃 我只是很想说那种感觉 我只是说不到那个味道 但是 我是觉得很琵琶 所以 反而 不是啊 外国是有人会形容 真的会琵琶的 是吗 是啊 我是觉得是像这种的味道 那除了这种之外 我知道我这样说是很不好的 很软了一些酒 但其实不是的 但我想不到第二个 我可以闻到有 十分一的白花油的感觉 十分一 就是它不是很强白花油 但是十分一的感觉 不是我吧 我没有茶的 不关你事 我想说是俱风的 不行了 如果听众告诉我 哪里有琵琶吃呢 山谷的琵琶 是 又告诉我哪里买 我想试一下 是不是我现在想说的那种 就是琵琶 我现在是雨漆 你明白吗 我觉得自己很惨 就是我闻到那种 找不到在哪里 我找不到它的双连池 很惨 是 又形容不了它 它的花香也很明显 很明显 所以很想理解一下 Kent 上个星期 如果你记得一下 是 我们喝的 Maclarenville Derenberg The Hermit Crab 是 白酒 就是 Vionnié和麦山的勾队 你觉得 和今次的100% Vionnié Logicondrile 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我觉得 好像上个星期 她这样形容 那个是跳脱 活跃的 这个呢 我的形容是一个 出来做了一段小时间 二十几三十岁的女士 塗了一个很香的白花香水 她在我身边经过这个感觉 就是上次就是一个 还说一轮的那些叫二十几岁 二十几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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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就比较轻盈 活潑 年轻女的感觉 我觉得是 是 其实可以 不好意思 看神之水滴多 是喜欢用这么夸的形容 不过她说来说你也是女生 当然了 我没有染色过 上一个星期我们试了一款 2021年 不过她是南澳 即是南半球 而这次我们试这个 就是2020年的 所以其实她们的年份来说 磨双双很远 本身这一款Vionnier 其实是一款可以 陈年能力非常高的一种酒 虽然相对其他 很多白葡萄品种 它的酸度不算很高 但是她偏偏就是说 酸度中等 但她的复杂层次很深厚 她是有功力 所以刚才 Kent说出来做了一段时间的人 尤其是女士 所以她说二十多三十岁 当然做了很久 其实通常出来做事只有二十多 你不要多事 这是我的感觉 不要担心 这是你的形容词 那她们的风格 我觉得是 就是说气质之余 有深度 而且她的酒精度 都是一样 十四百分比 但是我觉得 出来的沉稳的扎实感 是比上个星期那支 是明显很多的 我觉得一喝下去 有点辣辣的感觉 是 有点新辣的 但是慢慢 那些金 那个鱼韵 就开始出来了 所以它的复杂性 一定比上次那支 但是我想说 未必人人觉得这支好一点 两支如果我选 我会选这支 但是如果那班朋友 真的不是经常喝开酒 追求一点 我开心 希望那一餐 大家愉快 可能上一支 会搭配多一点 真的 所以不要觉得 一定是大家都喜欢这支 多一点 有机会喜欢那支 我应该这么说 我两支都喜欢 刚才提过 你说这支贵一点 就是四百多元 之前上星期喝那支 就百多左右 有些Condryl 是贵到 七百多元 尤其是一些比较出名的酒装 当然有些人说 你跟猪酥比 没得比 猪酥贵很多 也会这么说 这个风格有些不同 Condryl 你喝它 就是一个香气 比较明显的 但是 刚才Ken说了一个很好的点 就是它有些新辣的味道 新辣香料 亦都是Condryl的Vionier 一种特大辣色 就不是Cheraz 你真的觉得辣一点 这个辣 我觉得很像 最近快餐店出的炸鸡 我非常喜欢吃的 麻香味的炸鸡 那种感觉 我觉得是有些相似的 是之后才来的 那种味道 慢慢滲出来的感觉 那种辣是不会令你觉得 好像吃辣椒 很新辣 又不是那种感觉 所以 其实Condryl 是要慢慢的 所以说 譬如上星期那一支 和今次这一支 上星期那一支 上星期喝的那支 就会比较容易去理解 这支 你要用多一点时间 来去感觉一下 要沟通的 所以通常来做一段时间 有沟通的 沟通的 Kent有很多 你觉得这样立体一点吗 对的 对的 他的个性也是鲜明一点 还有 我就说一些 偏面一点的东西 就是你去 dap他的时候 你饿他的时候 你要怎样享受 上星期那支 你可以说得冷一点 享受它 跳脱的活泼感 这一支 就不要说太冷了 因为你说得太冷的话 可能它的深层次的味道 就未必能出得到 所以在这个案子 我自己觉得 这一支 就不用说得太冷了 是 但是 这个也是 你喝chardonnay 喝sauvignon blanc 喝riesling以外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而且很得体 你去告诉别人 不是 Wakon Drill是一个 很有故事性的一个产区 其实是有段时间讲的 所以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斜坡 因为人家做得很辛苦 才可以做到一支酒 留意 以往的Condryu 很多都是偏甜的 即是有一些 有约上历史的Condryu 但它不是甜酒 是偏甜的 真的甜甜的 可能它的酒精度是8度 10度 你的意思是 不是 它的酒精度都有约上 但是以前的Condryu 是偏向甜口为主 是卖点 不过现在的Condryu 大部分是干身的 所以我们现在喝这个 酒精度也有约上 因为本身 这个葡萄品种 的酒精度是偏高 所以如果想着 是修毒葡萄酒 课程的一些朋友 我说 你喝到一些香气品种的酒 酒精度偏高的 通常你会将它 慢慢收窄的范围 就是估计它是 Gervus Tramana 即是瓊瑶浆 或者是Condryu 的Vionnier 但如果那种纹 应该都容易形成的 因为Gervus 明显是荔枝多些 荔枝是玫瑰那边 这个花香就会很不同 白花香 水仙那边是重一点的 所以这个我自己觉得 是我自己的口味多一点 但还未必适合做第一支 我自己的观感 未必适合做餐饭的第一支 如果你想做餐饭的第一支 上星期南部的那支 就很适合了 这个你可以尾 中断开 但这支是很好谈的 我们这些臭小孩 就喜欢用女士去做比较 是很好谈的 複杂性等等 很多话题 我觉得那支 很容易会讲完的 我不是臭小孩 但如果你用我 我们常常不要说 性别定型 但我觉得这支 都是偏向女性的 它是有刚强之余的感觉之余 亦都是有一个温柔的感觉 即是一些花香味在 令到你很吸引去注视一下它 和闻一下它 然后慢慢去吞近它 你会觉得 原来它是一个很值得去花点时间 花点时间 去了解多一点它 是的 是的 它的价钱是不便宜 不过也是 值得开来给大家一些 是的 都是这样说 你不要在外面很繁忙吃饭的时候开 于是 真的我觉得 应该回家 大家聊聊天 可以静静地可以谈一下酒的 你要回家先的 因为吃饭 来来碎 我不能说到那么碎 是你碎的 因为吃饭很趕 但大家在谈其他东西的时候 很吵 没有什么心情去享受它的酒 我觉得这是要回家 静静地大家谈一下 究竟环境会比较对它好一点 是的 我会很 因为我常常觉得 因为我很喜欢 喝Corn Drill 喝Cheese 喝Cheese 喝Corn Drill 喝Che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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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age了一段时间的 一些偏咸的Cheese 如果中菜 你会不会有什么idea 想去配呢 嗯 中菜比较油腻 我怕会搞到它 我现在觉得 吃饭 就好过吃一餐全面的去配搭它 我会选一些饭 多一些 OK OK 我觉得煎鱼这些是OK 即是有点酱汁 或者味道浓重一点的一些 或者是 就算 我觉得是 一些 吃那些 猪肉的火锅 这个都可以配搭得到 那今天也是梨黄 带着一支 好像她这样 又漂亮 又温柔 又有这个花香味 距离二十多三十岁很远 所以 所以 法国北龙河区Corn Drill Corn Drill 这个地方的Bionni 多谢你 好好介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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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